一張模糊剪影照 但不難看出是位長髮女生 圖片上還寫著專屬培訓指導 這是全新的中華職棒球團 台岡雄英旗下啦啦隊 在粉絲專頁PO出的貼文 是誰將為我們打造全方位的 Winstar專屬培訓 甜美 活力 專業 熱情 他全都有 而且還有hashtag jha三個英文字母 網友們看到超high 因為這一比對 放在一起相似度破表 她是韓國職棒啦啦隊女神安之軒 台灣粉絲陷入瘋狂 台岡雄英也證實將邀請安之軒 設計指導啦啦隊培訓課程 一頭飄逸長髮 在球場上大跳超紅歌曲 不只扭腰動作到位 不時露出燦爛笑容 在韓國擁有超高人氣 甚至曾經擊敗李多慧 登上最美啦啦隊女神 排行榜首位的安之軒 有望來到台灣 加入台岡雄英啦啦隊 因為不只剪影神似 hashtag的三個英文字母 也和安之軒的英文拼音 完全對上 今年25歲的她 從18歲開始加入韓直啦啦隊 2018年加盟樂天巨人啦啦隊 因為清新的外表 被封為是國民女神 更被視為是韓直第三代 啦啦隊長的翹楚之一 人氣超高 剪影照曝光 粉絲專頁小編也不斷賣關子 粉絲們瘋狂敲碗 不過如果安之軒加入 就是第二位來台的 南韓啦啦隊女神 也讓中職的啦啦隊文化 再添話題 TVBS王新唐仲宇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既然 李宗盛 請下載TV 請下載TV